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5号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四川代表团审议 在听取代表发言后 他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一个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 团结古进的好报告 赵乐际指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开拓奋进 攻坚克难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动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信贷化 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部贡献力量 赵乐际充分肯定四川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 希望四川按照党的二十大 破坏的红尾蓝图揭续奋斗奋勇向前 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推动新时代制属兴川再上新台阶 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 当代表是严肃的政治责任 要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行动指南 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履行好人大代表的光荣使命